嗨各位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的影片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三个可以日常穿的OOTD 还是可以去dinner穿的OOTD 这全部都是蓝色的 如果上面是短视的话 你可以穿一个帽子 就好像Heli Bieber 它也是很长 就是穿裙 也是可以换这一个 你们可以常做这一个动作 OK 好舒服喔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现在就是 来放这毛巾 就是我刚才冲凉 然后今天就是要跟你们分享 一些Blue outfits that inspired by 1664 Blanc OK Let's go 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很厉害的东西 可是我现在要遮着 因为它还没有launch OK Stay tuned 走 最近呢我都有穿蓝色的outfit 因为我觉得 就可能以前很常会穿蓝色 因为蓝色就是可能太出色啊 还是怎么样 所以最近我觉得穿蓝色呢 就是在照片上呢 看起来就是比较出色 然后除了出色呢 我是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后这一个呢 这个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牌子 你们可以看这个就是COST的 然后这个衣服呢 其实它的衣服是比较简单 就是它全部design也没有很多 就是那种很简单啊 连code那些都很简单 可是它就是因为它自己有风格 就是穿就是因为懂是这个牌子的 brand 我现在给你们分享的就是 第一套衣服就是这个裙 这个裙的我之前已经穿过了 然后这个是revolved的 我真的是可以跟你们讲 我真的很recommend这个裙 因为其实我是一定要买那种很贴身的衣服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穿比较bodycon的衣服 就可以看到你的身材 然后如果你很不想要就是 觉得这边太exposed了 你也是可以穿一些外套 然后穿外套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你们的body shape 因为其实里面呢 它是body suit的 就是它这边是 已经是一个piece的 然后里面你不需要再搭你自己的衣服 它只有一套 so 重点就是 如果你每次就穿裙的话 你也是可以配跟这个sticker 然后穿一个高哇 就好像helly beaver 它也是很长 就是穿裙 然后配跟一个sticker 然后这个是university blue 第二套衣服呢 我们来一个 就是大家每一天都可以穿的 就是一个tank top 然后一个jeans 如果你们要穿短裤也可以 可是我每次都会建议你们的 如果你们要配一个tank top的话 就是stickless的 然后你们就可以配这个长裤 因为如果你配短袖呢 跟长裤呢 就是看起来你整个人就是很长 如果我们穿短袖的话 可能这边也会review一点 然后脚也可以review 所以我的建议呢 就是穿短袖的 就是没有袖子的衣服 然后一个一个长裤 OK 我现在去换这个给你们看 Tadda 好了 这个就是第二套 然后这一套呢 就是每一天都可以穿的 就是很daily outfit 然后因为它就是很casual 如果上面是短袖的话 你可以穿一个帽子 就是你可以看起来它是一个很casual的outfit 可是同一个时间呢 它就是很complete的 complete 意思是说如果你穿着去 人家会讲 诶 你今天有打扮 就这样的意思 因为有时候你就是穿一个top 一个长裤 可是人家还是觉得 诶 为什么你看起来就好像没有打扮 随便穿那一种 OK 我就配下了这一个包包 白色的包包 因为我的帽子有一点米色跟白色 所以我就配了这个 然后刚才有跟你们讲的就是 你们也是可以配上一个蓝色的鞋 就是你们不要担心 如果是上半层是蓝色 下半层是蓝色 如果鞋子蓝色的话 会不会很奇怪 不要担心 因为呢 我的照片 可以跟你们证明这个outfit是新的 这样该除了第一个dress呢 如果你们要配这一个跟这个裤子呢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也是没有袖子的 因为我本身是有时候也没有想要穿很紧很紧的衣服 所以我就会配上这个比较舒服的 比较透风的 这样如果我怎样搭呢 这个有时候我真的是蛮惨穿nipple tape的 因为我觉得穿nipple tape让我很舒服 然后我的size是不会大到那种好像一直在bounce so给我的话穿nipple tape是没有问题 这样如果你们要穿nipple tape 一样的 之前有跟大家recommend from cotton on cotton on的nipple tape呢 真是太好了 然后还有一个tips呢 就是 其中一个呢 就是这个 这个是我最近去 Iconic的那个factory production的时候 我有穿 因为我不懂 大家会不会喜欢穿比较oversize的衣服 可是裤子又是很oversize 就像完全不是那种fully fit的 可是跟你们讲 就是这个style呢 就是带出比较hip hop的感觉 好像rapper的感觉 可是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就是每一次都想要就是 show你的 you know like body shape 偶尔现在穿一下这个也是 我觉得是蛮酷的 可能很多男生会觉得 诶女生就是很喜欢穿那种紧紧的衣服 可是其实呢 如果女生穿上这样的t-shirt呢 我跟你们说 这真的很酷 我现在就画给你们看吧好不好 哦我跟你们分享 我最近有买了一个蓝色的花盆 这个花盆就是我在online买的 然后觉得很可爱 好我画上这边 ok 然后display over here 我的可爱的花盆 还有我很爱喝的blank 等下喝一下 有点口渴 现在就是全部人要穿紧紧啊 可是 哦呃穿一下这个 真的是蛮酷的 然后就you know like 配个这个帽子就是那种hip hop这样的感觉 如果你们要tips怎样look like good 在这个oversize的衣服 就是你们可以常做这个动作 ok 就是这样 看到吗 你知道我这样就是出去然后看起来就是 不懂 好像有打扮等于没有打扮 so我的tips呢 就是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这样 拿起来 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 偶尔擦一下 你不喜欢这擦啦 就如果你有拍照的话 你就可以擦一下 你的pocket 然后就这样 它看起来就是 比较有style 好过你直接放下来 不然的话 就这样子起来 可是这样就没有没有什么 就特别的 如果你是穿oversize的衣服 这样 这样也是不错吧 就这样就可以了 你们要懂就是oversize的衣服呢 都normally会超过你的elbow 这样如果你连 你的这个t-shirt呢 都要到你的腻的话 这样会看起来很奇怪 so 2tips 好我现在就换这一套衣服 这一个就是去运动的时候 跑步的时候 还是偶尔去一下cafe可以穿的 它是蓝色的 然后它的蓝色呢 不会太重 也不会太浅 它就是那种pasta blue的感觉 这里是你看它这边有head 就是你可以不用穿brass出去 直接就是穿上去 然后它就是紧的 OK我现在穿上了这一个衣服 然后我现在想要喝一些饮料 因为有一点口渴 所以我要喝这个blank blank刚才我也是有放在那一边 因为它就是蓝色的 然后我觉得OK可以blend well 我在我的instagram也是有跟大家share 就是我很喜欢那个口感 真的是有点口渴 这样这样这样 讲到有点口渴了 我觉得现在就是好像virtually跟你们聊天那一种 我觉得如果是穿sportlook的衣服 我觉得不要配练比较好 Cheers 好舒服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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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心急 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很recommend给大家的一个sportlook 我的tips呢就是如果你们穿这一个sportylook的那种OOTD的话 就是你们可以就是穿上衣呢 con bottom都是一样 眼色就是看起来就是一套 如果你们好奇我这些信蓝 我会放link在description 这样除了你要穿topcon bottom一样呢 就是如果你们要去sport的话 after sport你们也是可以换这个 就是长袖然后直接穿上去 因为我每次运动过后呢我都是要换衣服 因为整件就是很湿 但如果你们没有换衣服的话 就是身体会痒啊 然后会伸那种 白白的东西 就是说我朋友有experience过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每一次呢一动过后呢我都会换衣服 第三个outfit呢就是这个sporty的look 我以前呢就是没有买过这样的衣服的 然后我就随便穿 我每次就会穿一个H&M的短裤 然后我就穿一个T恤长长的 可是我发现如果你在运动的时候呢 你没有穿运动衣啦 就是它这个布料 这边就是会湿 然后会看起来就是戴毛球之后 你这样拿起来就是这边就是会有水 所以我建议就是在做sport的时候可以穿sport的衣服 然后就看起来就是比较sporty yeah ok so before end 这个video 我先喝一口水先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们就可以comment在下面的comment box 可能有很多问题就是like it happens on me but you know like some也没有experience过 so很想要听你们的意见 and记得按 铲 我每次忘记这个东西 oh my god 总之就是like subscribe sport and我不知道还有什么 thanks for watching bye guys 今天的影片来的就是 what camera do I use 所以我第一个相机呢 我是用cam 因为它的颜色太正确了 它真的是可以capture到你看到什么 你就可以拍到那个东西 太强了 what is the difference 如果跟背景的话